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海外演员推荐冰浴火 高度称赞王一博 这几年王一博拍摄的电视剧比较少 但是每一部出圈率都是比较高的 能够看出王一博在挑选剧本的问题上是足够严谨的 对于演员来说不应该为了盲目的追求 数量和曝光率 而去挑战一些自己完全不适合的角色 这样对自己的发展也不利 甚至会被贴上烂剧的标签 王一博主演的角色都与他本身的气质很贴合 在拍摄的过程中演员和导演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能够保证主演的每一部作品的口碑 也就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近日有消息趁国外的一位演员公开推荐了《冰浴火》这部剧 还强调所有热爱这一类题材的朋友都应该看一下这部剧 其中还重点提到了王一博 关注了王一博的社交平台 看得出王一博的海外市场也非常好 这两年他主演的很多作品都输出海外 也因此自信了很多海外的粉丝 如今包括国外的演员都被王一博圈粉 这样的出圈率真的很成功了 粉丝们都表示 这位演员如果进一步去了解王一博 估计会更喜欢他 毕竟王一博是一个宝藏艺人 一直都在坚持全方位的发展 《冰浴火》是王一博首次挑战的《基督》题材的电视剧 导演把更多的篇幅都用在了《基督》探案的内容上 两位男主角的默契互动 多位老戏骨 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让作品更加的完整 这部剧播出的时候讨论度就非常高 在拍摄的过程中导演对王一博也赞不绝口 其中有一场在车里打电话的哭戏 当时导演一直称赞王一博有天赋 粉丝们看了之后都非常骄傲 这几年其实也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市场 比如古装偶像剧 现代言情剧等 相信也有很多片方想要与王一博达成合作 但王一博还是足够有远见的 他综合地考量各类资源 只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 除此之外 王一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电影上 连续合作了多部优质的电影 阵容都称得上市顶配 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设定 王一博长时间的闭关完成了多部电影的拍摄 从目前来看 想要保证热度和流量 就需要不间断的作品和曝光率 但是如果想要提升咖位 还是需要有多部有质量的电影代表作 如果能够获奖就能够迅速打开知名度 所以王一博会选择这条路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当然他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也注定会受到很多争议 作为一个刚步入电影圈的新人 就能够手握多部优质资源 也会有一些网友认为很多角色都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但是面对这些争议王一博参演的电影的导演 也曾给出过回应 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表现 是经得起大家的争论和审视的 如果是现在 任何语言上的回应都显得过于苍白 只有到电影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大家去用心感受这个角色 才能够给出去客观的判断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